Hello,大家好,我是广市小凤 过年的时候,我爸不是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吗 所以说今天我就出来青州市这里了 然后查查看这张卡里面有多少钱 如果里面的钱够首付的话,我就可以买房了 所以说今天我也很疑惑 拿到这个卡已经有几个月了 一直没有来查也没来看 所以说今天有时间就出来这边青州市 然后看一下这张卡里面到底有多少钱走 就是真的,我心里面很开心也很激动 我也想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现在来到这个这里了,进去看一下走 现在到这个奇捆机这里了 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我也很激动,其实很好奇 好激动啊,内心 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 马上就要出来了 马上就要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太激动了 哇,我没想到我爸真的是给我存了这么多 真的是太开心了 真的是好开心啊,好激动啊 我没想到这个卡里面啊,这样有10个W 10多个W,真的是可以够守护了 我觉得在这张卡里面,我没想到真的不打过10年 然后我爸全部把这个钱都存在里面 然后留给我买房了 其实我买房,我爸还是挺支持我的 在这里真的,我很感谢我爸就是那么支持我 我也没想到他就是把这个钱一直都是存着 然后留给我,就是急用的时候可以用 真的没有想到刚才是 我还以为里面这个卡是空壳 但没有想到啊 里面自然有10万块钱 10多万,刚刚你们也看到了 哇,我真的没想到我爸会把这个钱不给我 我看下,如果我够的话,我就不用了 如果我不够的话,我就先用了 这个,因为这个钱也是我的 就是我打螺丝的时候,那时候 就是放在我爸那里 我爸把我存的,所以说 我要了也没什么大碍,是吧 如果等我以后有钱了,创业成功了 我就再把这个钱,然后再还给他们吧 是不是,说真的 我今天一直都没有想到我爸会把 这个10万块钱留给我买房 真的很开心,真的也很感激我爸 不看不知道,真的是一看萨伊特 都没有想到里面自然有这么多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够了 不够的话,我再自己垫一点 然后就可以够这个首付了 看来啊,买房啊不是问题了 因为买房一直是我 就是这么多年的梦想和理想 看来啊,我这个梦想和理想啊 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不出意外的话,也就这几天 然后就可以就是去签合同 然后买房了 因为我已经心里面有数买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了,我心里面就是有数了 就是当时啊,这个没有到位 我一直不敢就是敲定,然后买下来 看来啊,这个已经到位了,我就信心满满了 看来真的是买房啊,不是问题了 真的很开心,也很自动 我今天来了,就是为了查查这个卡里面有多少钱 现在呢,我也知道了,里面有多少钱,真的很开心 没有想到我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当时呢,我也想着,辛辛苦苦赚了钱 然后全部上交给我爸妈 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心不甘,情不厌的 但一想到今天哪的成果,今天的结果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当时呢,我没有打回来给我爸 那也就没有今天的 这么多就是这个存款 所以说当时做的一切 还算是就是值得的吧 毕竟你付出了,总得有回报 当时我就以为我爸 会拿着这个钱给我递买车买房 但没有想到我爸还是挺理智 然后挺民事理的 就说帮我把它存着 然后呢,今天就是 给我买车买房 这一点我爸真的是做的非常好 也非常的理智 所以说啊,看来我当年的做法 还有我爸当年的说法 还是对的 当年因为年轻嘛 就是,挣一分花一分 从来就是夜光族的那种 所以说我爸呢,就叫我给他存 然后呢,才有今天的结果 不然的话,现在我买房 肯定也是很困难到处借钱的 最少你不能就是钱款 你首付够了嘛 够的话就很留意了 所以说还是得感谢我爸 真的很感谢他 如果当年他不叫我把钱给到存呢 也没有今天的啊 这个存款,所以说真的 在这里很感谢我爸 也很感知自己就是当时付出的一切 然后所做的一切真的 我相信只有努力了 自己变优秀了 然后将来什么都会有 不管是男朋友啊 老公啊,还是车啊 房啊都会有 所以说接下来啊 我要不断的改变自己 不断的就是努力让自己上进 然后争取做就是最优秀的自己 然后最坚强的自己 争取真的是在我30岁之前 有房有车,然后结婚生殖 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和想法 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应该能实现我猜想 只要我够努力够坚强 接下来这些啊都不是问题 就是一件一件去完成 我人生中呢有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房 然后车结婚生殖 就是这四件大事 如果我这四件大事完成的话 真的我人生不留遗憾了 也没有什么愿望了 所以说这一次啊真的是 可以说完成人生中的 就是第一件大事 然后接下来啊会一步一步的完成 然后慢慢的实现 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啊 该该有的都有 然后该就是拥有都会拥有 所以说想想啊还是很开心 然后也很激动 毕竟付出了你总得回报的 真的我在这里很感谢我爸 然后把我打工十年了这个 我钱啊给我买房了 我知道我姐我弟他们肯定会多多少少有意见的 但没办法这个是我应得的 是我自己的 有意见也没办法是不是 又不是说我拿我爸了 其实就算我爸给他的存款给我 我也不会要 因为他养我这么大 我没有孝顺他也就算了 我肯定不会说拿他的 所以说这点我还是得懂的 现在废话不多说了 查了也查了 然后想说的也说了 也知道里面到底有多少存款了 所以说现在 准备打个车回去 今天出来市里面了 今天阴天黑妈妈的 光线不是很好 走了